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6月25號 今天我一位好朋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 告訴我說他受到了中共的死亡威脅 然後給我發來了威脅他的這些資料 那麼其中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他在今年前幾個月的時候 參加法輪功控訴中共的這個活動 在加拿大的卡爾加里城市的街頭參加活動的時候 拍的照片,不知道是誰給他拍的 第二個就是給他發了一個錄像 就是看起來應當是中東地區 伊斯蘭恐怖分子在街上攢人頭的錄像 然後還給他發了一段話 意思就是說Paul,他名字叫Paul正 Paul,你這個不要以為你不會有什麼問題 有再多的人都保護不了你 我們意思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取你向上人頭 而且這個信息是半夜發給他的 是通過電報,Telegram半夜發給他的 所以他看到了之後,立即就報警了 但是現在這個Telegram,就是這個電報 他的這個保密功能很強的 他能夠把這個發送者的這個信息能夠隱藏住的 一般來講可能普通的人,甚至是警方 都有可能很難偵破出這個人到底是誰 發信息的這個人到底是誰 但是從他們的這個圖片的這些風格來看 一看就知道是中共,你看這個他們威脅人 恐嚇人這個是老一套了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這個是中共給他發過來的 這位Paul正他為什麼會受到中共的這種恐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長時間以來 他是一直在默默的堅持做一些反共民主的活動 最近他做的這個活動,尤其是讓中共特別的惱火 最近他是在組織營救香港人逃亡到海外的這種行動 新黃雀行動,Paul正他是卡加利的 以前有一個組織叫做卡加利人權民主促進會 他是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 這個組織實際上也是香港支聯會的一個 這個等於是一個分支機構,在海外的一個分支機構 香港支聯會在海外一共有八個組織 都是跟香港支聯會算是一個體系的 雖然沒有行政上的隸屬關係 因為民主國家這些組織之間不需要這種上下級的關係 但是大家都是一起行動的 所以說他的這個卡加利民主促進會 人權民主促進會就算是支聯會的一個峰會 所以在默默的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做了很多事情 以前他是幫助中國民運人士,幫助他們逃亡,幫助他們避難 他們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那一批在卡加利的那批香港人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現在呢,因為香港的這個情勢危急 香港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的年輕人 參與19年反送中運動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在香港處境相當的危險 很多人就想能夠離開香港 能夠在其他國家定居,到加拿大來定居 那麼這位Paul正在這方面呢 可以說是盡心竭力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相當相當的有成績 所以這個就讓中共非常的惱怒 那麼中共在過去當這個政在卡加利街頭 從事一些反共宣傳活動的時候 他們也曾經派出過當地的中共的所謂的喬社 其中有一個叫做鴻門,曾經到街頭去威脅過他的 跟他們發生過政變的衝撞的 所以這次的這事件到底是哪一個機構做的 哪一個中共的那些團隊做的 現在我們還不下定論,讓加拿大的警方 讓加拿大的情報部門去查 情報部門如果是介入了,那是極有可能查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中共的這些狗腿子 中共的這些所謂的在加拿大的這些喬社的這些領導人 你們可得注意了,你們可得注意了 現在,今日不同往時 現在的加拿大,你看看從這次G7會議就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站到了對抗中共的第一線了 加拿大的這個總理小杜魯多 這一次表現得特別的積極 跟美國跟英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 已經遠遠超出歐洲那些國家 他們對抗中共的這種意志和決心了 所以說只要加拿大的這個情報機構 他們一介入,那麼五眼聯盟 就跟五眼聯盟的所有的情報機構 他就聯繫起來了,那麼世界上任何角落 你們所做的那些骯髒的勾當 那就一定會被發掘出來 當然中共搞這個東西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過去這兩年自從搞了這個全民共證之後 就陸續的收到了這樣的一些死亡的威脅 其中有一個我給大家看一下 是說要殺我全家的 這個我當時也是跟加拿大的情報機構已經共享了 後來我就去跟他們問了一下進展如何 他們說這個發信息的人現在不在加拿大 現在我們暫時的沒有辦法 但是你放心他就僅僅是恐嚇一下而已 所以說我現在敢住在人煙稀少的非常偏僻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知道加拿大這個地方 它還是有相當大的保護能力的 當然如果是中共下定決心一定要做的話 那麼你儘管來吧 我現在已經50多歲了,哪裡還怕這個東西呢? 真是說實在的,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真是沒有想到我還能夠活到接近55歲 所以現在根本就不在乎這回事了,來吧 那麼我相信最近受到了中共死亡恐嚇的 這個海外的反對派人士 可能不只抛正一個,可能還會有更多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危急的關頭 它現在恐嚇的範圍非常的大 不僅僅是海外的反對派人士 在國內的他們體制內部的人 那個實際上是對中共威脅更大的 那堡壘往往是容易從內部攻破 所以習近平呢,他最擔心的 實際上還不是我們這些海外的這些反對派人士 他最擔心的是體制內的那些有權力的人 掌握權力的人,他們起來來造反了 他們突然搞兵變政變了,那是習近平最擔心的 所以說最近習近平不是領著一幫政治局的常委委員 一起去宣誓永不叛黨 然後這個黨媒還把顧順章全家 當年被共產黨滅門的那個事件重新拿出來說 顧順章因為就是叛黨了 最後被周恩來領著人、領著特工 把他全家都給幹掉了 他用這種方法來恐嚇黨內所有的人 你們絕對不能亂來 如果是你們想跟我作對的話 那麼顧順章就是你們的下場 這算是對中共黨內所有人的一個恐嚇 當然我相信更有可能他還有針對性的恐嚇了一些人 比如說江澤民或者是他的兒子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親屬、近親屬 可能也受到了死亡恐嚇了 按照習近平現在的這個德性 按照他現在的這個處境 那是極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的 現在對習近平威脅最大的就應當是江派的人 江澤民家族或者是江澤民的副手曾慶紅 他這個家族的人 所以說習近平對那些人的恐嚇 可能比對恐嚇我們這些民運人士來得更加的直接 所以我在北京的這個朋友已經聽到一些風聲了 過一段時間他核實了之後會跟我傳一些資料過來 那個時候我再跟大家詳談江澤民 習近平最近是怎麼恐嚇黨內那些反對派 那些潛在的可以置他於死地的那些對手 那麼還有一件事情就表明現在習近平真是惶恐不可終日 就是前兩天居然很多的市民在北京鳥巢附近 就是那個體育館附近看見有很多很多的軍車開進去 按照這些網友的估算大概一共有好幾千個軍人 而且都是鶴槍實彈的軍人開進了這個鳥巢 也就是以那個地方作為他們的大本營來控制北京 為什麼要派這麼多的軍人在這個時間到北京去呢? 大家第一反應可能是七一要舉行閱兵活動 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信息透露出來說 七一會有地面的閱兵活動 只是說了官方媒體只是說了有航空兵的閱兵 就是說這個飛行中隊到天安門上空去飛幾圈 來表演一下,這個是有 但是地面的那種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地面閱兵 現在都沒有任何信息 所以說也不可能是閱兵 那北京現在也沒有任何自然災害 所以說也不可能是救災 那麼現在只剩下一種可能性 就是要防止北京出現政變 有些朋友可能說北京不是有很多警察嗎? 不是有很多武警嗎? 那確實北京的警察應當是在六萬人左右 武警應當也是相當於這個規模 可能也是三到六萬人 那麼有這麼多的人,而且這些人都是帶槍的 那麼有這麼多的維穩的力量 北京普通的治安事件 甚至是老百姓在北京的反抗活動 大型的示威活動 他們應當都是可以控制得住的 北京是一個他們維穩的重點中的重點 那是他們的心臟,所以說是保護得很好的 但是這些武警或者是警察 習近平對他們是不放心的 如果是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鎮壓老百姓 但是萬一他們不願意,萬一他們不願意鎮壓老百姓 或者萬一他們甚至是來主動的 來對習近平發起進攻 那個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這個警察和武警這兩支部隊 過去很長時間以來 都是由江派的人控制的 比如說武警 以前周永康就曾經動用過他來舉行政變 來嘗試搞過一次政變,沒有成功而已 後來被中共的38軍及時調入北京 把他給鎮壓了 也就是說周永康他在當政法王的時候 政法委書記的時候,那是安置了很多很多的人 有一些明面上的人都已經被幹掉了 但是還有一些這個暗裝 現在還在這個武警,還在這個政法系統裡面 還在警察裡面,這些人如果是突然向習近平發難的話 他是控制不了的,他是非常危險的 武警只要有1000人、2000人突然衝進中南海 或者是在習近平正在舉行閱兵的時候 突然就把他包圍了,一陣突突突 這個如果是不加以防範的話 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也就是說現在中共面臨著這種局面 現在國際上對他的這個圍困已經逐漸地正在收緊 他在國際上已經處於四面楚歌的這種狀態 國內的經濟又不行,老百姓的民怨又很大 而且習近平他又要面對一個二十大 繼續繼任,繼續搞獨裁的問題 所以說二十大之前,從現在到二十大之前 這一段時間是中共體制內決鬥的這個階段 也是國際勢力對中共進行最大強度施壓的這種階段 這種階段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種階段中共內部出現巨變是最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說這個時候習近平他一方面要恐嚇 用武力恐嚇所有的人,要用死亡來恐嚇 所有的那些潛在的對手 同時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做好防範,把軍隊調入北京 因為武警和警察這個部隊他是控制不了 但是軍隊裡面他自己認為有一部分軍隊是絕對支持他的 比如說北京衛戍區他認為是絕對支持於他的 還有中共的空降部隊他認為是絕對支持於他的 所以說他現在調入北京的這些軍隊 要不就是衛戍區的人,他們是住在北京的郊區的 現在調入城裡面,就近防範、政變、兵變 也就是說七一前後這段時間中共內部是高度緊張 隨時都有可能出大事 據我所知現在中國很多城市都有維權群體 都有底層民眾正在策劃維權的行動 那麼這些行動大家提出的訴求各式各樣的 行動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樣的,所以是很難防範 當然中共現在他們也是調動了全國的力量 正在預防七一出現任何事情 這兩種力量,一個是維穩的力量,一個是抗爭的力量 大家正在進行決力 那麼到底誰勝誰負,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七一有可能四面爆發也有可能全部被壓制下去 這都有可能,但是即使是被壓制下去了 大家也不要灰心喪氣 今後還有這一年多的時間呢,這個是隨時都有機會 所以說大家要堅持住,不要放棄 同時在這次七一也不需要硬拼 那如果是這次七一有一些維權群體能夠上街了 那麼我希望我們的網友能夠向這些維權群體 跟他們提出這麼一個建議 就是上街的時候大家唱國際歌 這是中共的歌曲,我們現在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因為現在中共還是處於強勢地位 對嘛,中共還是有很大的武力,有可能鎮壓嘛 所以這個時候打著紅旗反紅旗 多多少少會給他們的鎮壓,增添一點難度 同時多多少少也會給參與抗爭的這些民眾 或者正在猶豫是不是參與的這些民眾 給他們增添一點點膽量 七一唱國際歌,國際歌的頭一句就非常的給力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正是中國現在社會底層的一種心態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